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枫叶厨艺 您看这一款香酥的千层肉饼 是不是特别想来一口的 爱吃饼的朋友,我们就赶快一起做吧 400克的面粉,3克盐 搅拌一下,用温水慢慢搅拌 用时候把它包成面团 我这个是用了210克的温水 我们把它放在面板上,多揉一下 揉的稍微光滑一点 这样就可以了 现在把它切成四块 揉成四个小面团,再放在碗里 然后刷上油 好,盖上保鲜膜,请发40分钟 好,今天买的是现成的猪肉和牛肉混合馅 准备一些生姜末,还有四颗小葱切碎 馅调一下,倒两勺海鲜酱油 一勺酱油,生抽,一点蚝油,白胡椒粉,一茶匙五香粉 一个鸡蛋 一个鸡蛋,盐 把姜倒进来 葱,倒进一半 我们烧了一些植物油,把它浇上去 让它出来香味儿 好,马上搅拌一下 好,现在把剩下这一半葱倒里头 再倒点香油 现在香气满满 你看也非常粘稠 好了,可以把面拿出来 板上少倒一点油 这面鸡你要是饧得好 拿手汤可以把它展开了 好,我们把它擀成长方形 好,把肉馅抹匀 四边都留一点白 就是把它摊平就可以了 OK,现在把它叠起来 好,边缘也是把它捏紧 好,边缘也是把它捏紧 这一个就做好了 好,我们都照着这样做就可以了 好,我们都照着这样做就可以了 往锅里倒点油 走,把饼放进来 开到中火 中火慢慢煎它 现在如果你锅里构定 你可以这样转动它一下 现在翻来看看 让它也翻一下 这个看上去就非常漂亮了吧 把你认为不太熟的地方 再把它放到这边 多煎一下 两头很重要 我们再翻一下 这个饼我们翻来翻去 然后大概也要八分到十分钟 就是看你的饼大小 看这两头我们再把它翻过来 煎一下 基本上这个饼就可以了 你看这边全都好了 断定饼熟不熟 如果您没有经验的话 您敲打一下 它很有弹性 而且它一般就是说 它会有鼓起来 比你刚开始煎的时候 鼓出一些 再一个就是它的气味 非常重要 你能闻到它香和熟的气味 你刚搁进去它没有气味 就说明它好了 这个其实已经好了 我只是想把它的边缘 更焦碎一些 你看 现在这样我们就可以拿出来了 烙了十分钟 满满的香气出来了 关火 出锅了 朋友们 如此酥脆鲜香的肉饼 快给家人做起来吧 真的非常好吃 老少结疑 好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请您关注我 谢谢您的收看 我是枫叶 下个视频再见 Good Appetite Bye Bye